4月9号开始 一场大范围沙尘天气来袭 内蒙古 北京等多地达到沙尘暴级别 这是今年以来中国遭遇的第八次沙尘天气过程 沙尘天气频发 近年来建设的生态防护林还在起作用吗 中央气氧台首席预报员桂海林 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防护林它其实还是对这个沙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防护林实际上对于我国的这样一个沙尘员的起沙 其实从我们的监测来看的话 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由于有时候天津系统它的一个发生的位置 和境外的一些沙原地的一个配合作用 在这种适合的条件下 还是会发生这种跨国际的一些大的这样一些沙尘现象 所以说沙尘频发的时候 并不能否认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生态的这样一个防护林的它的作用 桂海林表示 沙尘暴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化的现象 治理必须国际合作 近年来就是我国在生态治理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像我们国家的中大工程 比如说三北防护林还有金金记防沙工程等等 但沙尘报的这么一个现象 它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化的现象 就是说它是一个跨国界的 它不仅仅是我国的这么一个治理 它必须是一个国际合作 并不仅仅只在我国有这么一个沙原地 包括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还有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 根部的大范围的沙原地 今天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家的治理 可能作用还是不够的 根据预报范围 此轮沙尘跨过长江 扩大到了南方 桂海林表示 沙尘是一个远距离的输送现象 当北方的天气系统很强的时候 沙尘的爆发位置刚好在主要的沙原地 沙尘强度会比较大 当北方的这么一个天气系统很强的时候 它的一个爆发位置 刚好又在主要的沙原地 这样的话就是沙尘强度会比较大 同时在这种高空的偏北气流的输送作用下 它往往能达到这样一个远距离的输送 实际上我们从监测数据来看的话 在比较强调沙尘的时候 甚至可以围绕地球一圈 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上 曾经也检测到了来自于亚洲地区的沙尘的一些例子 所以说沙尘它是一个远距离的一个输送现象 所以说即使影响到了一些我国的南方地区 也并不是什么特别稀少的事情 今年以来中国已出现八次沙尘天气过程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进入了新的沙尘天气活跃周期 实际上就是在每年的三到五月份 都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高发季节 所以说在这种季节出现这种沙尘天气 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从2000年以来的话 整个我们国家的大范围的沙尘的自然一个次数 是成这么一个降低或者减少的趋势 但是就是从近年来看 是有部分年段沙尘次数是要比长年同期是要略偏高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沙尘它发生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比如说地表的植被 积雪 气温 降水 以及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天气系统的强度 天气系统这样的一个发生 它还有一些年纪变化 总体来说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并没有说意味着就是我国进入了新的活跃周期